連勝文遭到了Babin的槍擊 Babin明明就知道 衝帶舞台上面一定會被捉 為什麼還是願意呢 屈然然傳出來說 原來他為了已經有安家費 八位數字上千萬而獲出去了 槍擊連勝文當晚 凶嫌Babin當場就逮 仔細看Babin面無表情 沒有驚慌也完全沒有反抗 任由眾人將他制服逮捕 殺手竟然乖乖地冷靜就範 亦於常理 知情人士透露 因為Babin已經有了一筆 數額龐大的安家費 安排好老父老母之後的日子 估計Babin漏網第一時間不停對話說誤殺連勝文 知情人士認為這套說詞不但和幕後教唆者說好 甚至還可能故意要誤導方向 今天他打連勝文之後說 他打錯人了這句話是絕對是假的 他真正的目標就是連勝文 可能為了賭盤 可能為了某一種龐大的政治利益 這都有可能 殺人罪最重判無情甚至死刑 Babin殺人未遂最多關個十年 但Babin說誤殺 情度頂多兩三年 如果能用千萬換幾年勞 對Babin來說可說是可以交換的生意 對行動想要躲避減輕 一個殺手各種狀況退路都已經想好了 似乎不是Babin一個人所能計劃出來 中文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消防法